阿猫啊 衰老模式 沧桑来袭 此模式规则有些复杂 灭鬼在游戏开始之后 会变成一个小婴儿 年龄是一岁 通过时间的推移 会慢慢长大 直到最后变成老人 一到十八岁为少年期 此过程中的刀人技能 会得到一些限制 在生命一位船员之后 刀人技能的冷却 会成倍增加 变成二十秒 十八岁以后进入成年期 此状态下 内鬼处于最强时期 刀人技能会缩短为七秒 六十岁以后 内鬼就会进入老年期 此状态下 移动速度会大大降低 并且刀人技能也会翻五倍 在这个时期 几乎就等于游戏结束 因为是不可能追到任何船员的 另外 在船员当中还会挑选一名保安 技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 在这期视频中有详细介绍 哦 对了 此模式下保安布置的监控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内鬼想要获胜的话 就有点困难了 想刀掉所有船员 不仅要小心保安的监控 而且 还要警惕自身的年龄限制 船员想要获胜 就要在保安的帮助下 将内鬼找出来 投出去 OK 进入游戏 还是给大家带来内鬼视角 这次就不能那么猖狂了 有保安在 我们非常被动 把所有门关注 拖延一下他们做任务的进度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 等时间推迟 尽快长大 在管道躲着 看能不能先刀一个 浪哥好像要过来了 在这里守着 他去导航室做任务了 好家伙 玉儿 跳出来 直接刀掉 嘿嘿 这还真是缘分呀 自己送腿上门 不想第一个刀你都难呀 臭灰哥 我 唉 算了 都已经习惯了 对不起了 臭丫头 在刀过一个人之后 我的冷却时间变成了20秒 而且 目前才三岁 我的天哪 这得啥时候才能长成成年体呀 来掐个垫 看看有没有机会刀一个 过去 这么快就修好了 碰碰运气 看看有没有落单做任务的 咦 小红在这里发什么呆呀 再见了 抓紧跳管道离开 目前已经是10岁 等我长到18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刀人了 话说 这宝安是谁呀 一个摄像头都没有看见呢 秀儿在管理室 把所有门都关注 稳健动手 哦 我去 怎么里面还有个小白 这 嘿嘿 好尴尬呀 OK 17岁了 终于快成年了 宝安已经开始封锁管道 估计监控也布置得差不多了 就找找看 通信室有一个 电力室有一个 下层机舱有一个 诶 我是不是傻呀 自己看监控不就行了吗 还用一个个找 大厅门口 医疗室 电力室 下层机舱 通信室和反应堆 好家伙 够狠的呀 几乎把所有能破坏的地方 都装上了监控 诶 小白 再见了 我现在已经进入成年期 技能的冷却时间缩短为7秒 不过 唯一的缺点就是 现在我看不见自己的年龄 无法判断什么时候进入老年期 得抓紧时间把所有船员刀了 诶 有人在看监控 我感觉是保安开始行动了 走 去监控室刀了他 从医疗室跳过去 嗯 还挺聪明 把管道堵死了 抓紧绕过去 再见了 小宝安 关注附近的门 以防万一 这深绿色在做任务 再见了 跳走 还需要再刀两个 就能熬到游戏胜利了 抓紧时间 这要是到了老年期 就完全没有优势了 咦 浪哥在这里躲着 对不起啦 兄弟 快走快走 抓紧找最后一个船员 掐个垫 看能不能勾引一下 好家伙 这电都不修的呀 真能藏啊你们 看来是在跟我耗时间 等到了老年期 我的移动速度会变慢 这样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我 不行 得抓紧时间 小青 终于发现人了 哦 还好还好 算是在变老之前获得了胜利 这游戏玩到最后 有点提心吊胆呀 OK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 后续辉哥还有更多精彩模式 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